为了促进长者们的社会参与 华山基金会举办了2019无时无刻点亮幸福爱老人歌唱舞会 并且邀请到台东县各地区天使站的弱势长者们和志工有272位 一起欢聚唱歌跳舞 而长期关注弱势长者的小北慈善基金会 也捐赠10万块钱来协助弱势长辈常年服务经费 长者跟着音乐节奏慢慢跳着吉鲁八五 虽然有点跟不上节奏但人卖力跳完 另外还有歌唱表演让长者们充满活力也感到开心 很高兴阿五没有能够跳舞 谢谢 我要很高兴 很高兴这样子有这种的安排 大家老人家可以玩得很开心 这是华山基金会举办的2019无时无刻点亮幸福爱老人歌唱舞会 并邀请台东县各地区爱心天使站的弱势长者与志工 共272位一同欢聚在一起 并享用舞宴来促进长者们的社会参与 最主要办理这样的活动是把我们服务的长辈带出来做促进社会参与 对因为我们服务的长辈 三师长辈 师能师自私一的长辈 他们要出外的机会不多 更不要说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就借由一年一度的这样的一个舞会参会来将长辈带出来 华山基金会台东占共服务1004位失能失智失意的长者 服务费用相当庞大 而长期关心长者照顾的小北慈善基金会 也捐赠10万元协助弱势长者常年服务经费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串联联各界爱心 提供长辈优质服务 记者蒋文杰台东市报道